品图解读,电商20年,中国互联网红利在消失,X不思创业已死。 根据美国商业媒体Business Insider的报道,马云已经准备辞去阿里巴巴董事长的职务,将更多时间用于财富和慈善管理。 新基金将成立马云基金会,阿里巴巴宣布马云将会退去二线。 这一消息结合东哥自美国被搞,滴滴被制宜存的合理性,以及一系列近期的新政策,娱乐行业征税,P2P金融风险化解,股权投资征税等管制措施。 种种迹象表明模式创新和套利的野蛮扩张时代结束,以平台、生态体系构建为核心的互联网流量,用物家金融资产证券化, 家的推工程略地的野蛮式的扩张主义模式宣告结束,一个时代结束了,互联网的红利彻底消失。 对于一个70后的创业者,这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信封主义的覆灭。 互联网在中国高速发展的20年,在20周年的时候,我们发现自己从事的行业已经是传统行业了。 政府的政策和迹象表明,不需要更多的资本和注意力和创业,再在这个已经过度资本化和数据金融化的行业了。 回顾下,从B2C,团购,O2O,B2B,SAAS,互联网金融,大数据,这些曾经在风口上的投资赛道。 每一个赛道下都有数百亿,甚至于上几千亿的股权投资,成就了很多的年轻的80号先生代创业者,诚然还有死去的白骨雷雷。 即使是今天依然在云端的幸存者的日子过得也不好,无不面临IPO核心的发展和社会的质疑。 新创业的困惑是,70后和80初的我们还有机会吗? 70后和80初的创业者很悲催,我们看着60后在改革大潮中成就了太多的行业,从制造业、能源、化工到品牌、零售等。 而其实初北一代,造就了电商和互联网的神话。 80后的创业者基本上占据了资本、互联网、金融催生的多个赛道、多个风口,成为这个时代的代言人。 但是我们发现属于80后时代还远远没有到来。 2018年IPO的主角是小米雷军,伴随着互联网的红利风口结束。 80后创业家面临着一波线的挑战,因为80后在财富、社会圆满、产业资源积累。 距离60、70处的企业家仍然有巨大的差距。 资金企业一型的VC,随着这些VC和资本的小退和政策减款的加强。 大潮退潮后,才发现吹在罗友,机会在于产业本身。 不要再打政策的擦边球,从政策看趋势,不要站错队。 最近和一个企业家前辈聊天,他提到了做企业经营管理、政府的产业政策和倡导式趋势。 千万不要碰红线,但是从企业经营上从来,都是反向思考问题。 考虑自己的能力和资源,不要盲目的跟随政策。 这个给我很大的触动,从政府2018年的重点工作来看,未来的中国经济走向实体产业的趋势非常明确。 2018年中国已经进入了新经济时代,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,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。 经济和产业升级的主要方向已经转向了科技和消费创新,国有企业的做大做强。 中小城市的产业创新成为新经济的主要引擎。 总体来说,走向实体产业,扶持实体经济是未来的创新方向,二三线城市会有更大的发展机会和空间。 商业模式不是平台和大规模,而在于解决社会问题,且有能够盈利和造学的能力。 从商业模式思考本身,我们在学习国外优秀企业的时候, 每个创业者往往思考很多成为乔布斯、杰克伯格的梦想和方式。 我把这批人统筹为X布斯,特征是会忘了自己是谁,认为自己无所不能。 逼着在今年清华组织的去比亚迪学习中, 听到了王传福董事长对于商业的思考任何商业模式,要建立在帮助解决社会问题的基础上。 我们要帮助我们的政府,民众去解决问题,这是企业长期永续的价值。 所以,这个社会并不需要过多的支付宝盒,再出现一个子弹短信也是多余的。 移动互联网时代,也没有击败蒙护网站,此时你能吗? 我想这只是知识概念和谈话一线罢了,还是洗洗睡吧。 从创业的机会来看,军林融合、物理朗、环保和循环经济等很多领域,有非常多的机会存在。 这些领域的投资还非常的少,不过有幸看到了很多的创业者关注,和开始从事这些领域。 创业者创业,还是要搞清楚自己的DNA,时代和风口以及产业都在变。 创业者自己的基因和积累,很难一夜之间有发现腹地的变化。 需要持续的迭代积累。 所以,围绕自己和先DNA和能力以及资源,的扩展是非常重要的。 另外,商业模式本身,一定要有造设和现金流能力。 这个是任何的商业模式都必须具备的前期,没有现金流和盈利方式,的企业在现在是没有价值的。 不会存在靠销前占据规模,再收割涨价的免费互联网模式。 对于创业者建议,心态专注,控制欲望,抱团取卵。 创业最大的新模式自己,选择一个赛道和模式,应该专注于一个领域的一个产品和服务。 做专做好,我们要相信今天商业模式的取巧时代结束了。 只有好的产品和服务,才能支持你的商业模式和客户。 还有团队要扁平化,创始人要关注每个细节和服务。 不要忙着地进入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和阵地。 专注做好你能做好的领域,控制自己扩张的欲望和心魔。 低迷的时候,要坚韧,不泄气,得意时,不要忘了自己是谁,控制欲望。 还有最后,可以找到志同道和的一批创业者,一起多交流,学习和了解,互通资源,共同群卵。 有消息称,马云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,他的退休不是一个时代的结束,而是一个时代的开始。 对于创业者来讲,机会永远存在,关键在于你凭什么抓住他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